央视主播和世界冠军的爱情 徐家瑜前任 他和王冰冰还在热恋中 还记得徐家瑜前任 回应徐家瑜王冰冰恋情 写长文首思徐家瑜 他用事实证明千万别惹高学历高智商的女朋友 当时徐家瑜前任网名吐吐 指责王冰冰是插足徐家瑜和他博士女友的第三者 声称徐家瑜在和博士女友恋爱期间 就告诉他要追王冰冰 并且博士女友和王冰冰还能相处得其乐融融 最觉得是徐家瑜和前任博士女友没分手时 就在微信上告诉人家他要追王冰冰 而且王冰冰和博士女友还很熟 还一块合影 当时网友扒出徐家瑜在自己有多年女友的时候 依然追求王冰冰 徐家瑜的朋友圈还有现任女友和王冰冰的合影 徐家瑜博士女友的声讨 我陪徐家瑜走过高潮和低谷 但徐家瑜欺负了我的感情 东京奥运会后不要我了 是因为看上了新的女神王冰冰 土土和徐家瑜两人在一起那么多年 他手上能没料吗 但显然博士女友没念旧情 下狠手是真的 徐家瑜差点被开除 王冰冰也被停职 这件事貌似最受委屈的是前女友 王冰冰徐家瑜貌似在情感上很不道德 但私事一拿到网上说 这样的人都很有心机 不能全信他 再说徐家瑜和王冰冰都付出了代价 如果博士女友如果说的都是真的 那徐家瑜扎男实锤 两边瞒片感情 比如不让博士女友告诉王冰冰是他们女友关系 转头跟王冰冰说 他和博士女友只是好朋友 但事实是 人家徐家瑜和王冰冰仍然相爱 最近有网友问土土 所以你们还在一起吗 土土说过一万次了 这垃圾有人要了 请他们百年好合 不要再流入市场了 冰冰姐 我一直觉得她笑起来很好看业务能力在线 也是高知女性 如果如果普通人都能看出 徐家瑜和土土是情侣 王冰冰能看不出 何况王冰冰还是敏锐的主持人 据悉 徐家瑜和医学女博士土土 从刚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非常排斥 让别人知道她们的关系 非常低调 也许那并不是爱情 土土一闹 王冰冰受的影响是事业归零 徐家瑜则要受到道德的谴责 如今看来人家是真爱 徐家瑜和冰冰真的被冤枉了 简直来 harness